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4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 北京冬奥会开幕 主角习近平 第二个是冷清的开幕式 锋利的信息 我们今天重点讲北京冬奥会 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2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 第一个是 美国国务院2月3号警告 中国企业如果协助俄罗斯 逃避美国的出口管制 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美国其实已经多次警告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他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制裁 俄罗斯跟中国关系密切 预计美国实施制裁之后 俄罗斯将会寻求 中国的协助 减少制裁造成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Price 在记者会上说 国务院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星期通话的时候已经表明 西方国家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俄罗斯民 非常清楚 制裁将会对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 任何伙伴关系将无法抵消这种制裁的效果 他警告说 中国企业如果协助俄罗斯 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美国有很多的工具 对付协助俄罗斯的中国企业 这就是先把预防针线打了 第2个 俄罗斯报复 报复关闭德国之声的莫斯科分社 2月3号 俄罗斯宣布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 撤销德国之声工作人员的工作许可 当然这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德国禁止 俄罗斯的官媒 在播出德语节目 这也是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第1次针对西方媒体 采取的行动 当然首先是德国关闭了 俄罗斯官媒RT 他有一个德语节目 认为他在传播错误的信息 德国广播公司的主席彼得林宝在声明中批评 俄罗斯当局采取的措施是荒谬 过度和不可理解 这是第2 第3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2月3号 在国会提出法案 要求国务卿和美国驻台机构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协商 把这个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那么这个提案是在参议院提出来 参议院提出来的一个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卢比奥 另外一个是民主党的 参议员 梅嫩德斯 梅嫩德斯是 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卢比奥是 共和党在参议员里面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那么这两个人联合提出一个这样的议案 那这个议案通过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那卢比奥说 美国必须表明 中国竭尽权力在威吓 胁迫台湾 但是没有权力对民主国家宣誓主权 梅嫩德斯说法案符合台湾关系法 美国应该支持 台湾决定自己的未来 那么在众议院法案由谁呢 由共和党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同时在推进 那么如果这两个法案同时在参议院跟 众议院全部通过的话 合并 法案最后通过了 那 美国总统就必须签 签了以后那就成为法案 那这件事情会影响非常的大 第三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他不会派 军队去驱赶货车司机 那么加拿大各地的货车司机在首都沃泰华示威 抗议政府要求 强制 这个强制机制 强制接种疫苗的这种机制 那么目前仍然有几百名货车司机在国会附近聚集 用货车堵塞这个马路 货车司机说如果政府不取消 强制的防疫政策 他们就不会离开 大批的货车在沃泰华室内 造成交通堵塞 而且司机按喇叭严重影响沃泰华居民的生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现阶段不会派部队 派军队去驱赶货车司机 同时他也不会和思维者见面 或者改变 防疫政策 那么上个星期沃泰华的警方说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局面 希望这个政府派军队来协助 特鲁多 又不和示威者谈判 又不派军队去驱赶 也不调整强制性的疫苗政策 这个三部政策 这个总理当来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仅仅是 5次隔离吗 第4 2月3号 英国央行就是英伦银行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 到0.5% 这是英伦银行从 2021年12月以来第2次加息 也是2004年来 也是2004年首次 连续两次加息 原因是通货膨胀 那么 英国去年12月份的CPI上升到了5.4% 英国的通货膨胀恶化 所以呢 英伦银行加息基本上符合 基本上符合所有的预期 英伦银行加息揭开了什么 揭开了西方 发达国家加息的序幕 第5 香港著名社会运动人士古诗饶 2月4号清晨6点 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警员拘捕 那么警方指控他涉嫌触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除了古诗饶还有谁呢 还有雷玉莲 中国工党副主席陈进松等四人 同时被带走 古诗饶原来计划是2月4号到香港中联办 抗议 抗议中国政府 漠视被捕的香港市民和政治人物 那么只顾粉饰太平 搞北京冬奥会 古诗饶现年73岁 他在2019年已经患直肠癌 多次参与社会运动被捕起诉 古诗饶是香港人熟知的一个社会运动家 他从1998年开始 就是香港回归之后 先后入狱11次 在去年的7月23号出狱的时候 他说他会继续抗争 可能会再次入狱 这就是一个 香港非常 非常资深的社会运动家 第6 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2月4号下午宣布 将保安实验街道两个地方调整为中度风险地区 大批的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到场 进行封锁行动 深圳警方也派出特警到现场戒备 当地居民说现在食言彻底的被封了出不去了 居民说在封控区内 每天每天每天要做一次 核酸检测 深圳市卫健委公布2月3号新增3例 本地确保确诊病例 两男一女20岁到72岁 都是食言街道 食言街道 其中一名41岁的女性 是另外一个 Omicron变异株的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三名病人都到过食言的市场 超市、购物中心、早餐店 这都是深圳人的基本的 活动模式 第七 香港 香港Omicron疫情失控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2月4号新增 130例本地确诊病例 Omicron病毒在香港表现很正常 但是Omicron病毒在中国大陆表现非常不正常 59例源头未明 另外有195例初步阳性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对香港疫情不乐观 他说 本地源头不明的病例从1月初 10%上升到45% 累计达到220例 1月初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20次 出现大楼内垂直 或者横向的传播 政府在春节前收紧了社交距离措施之后 仍然有不少跨家庭聚会 就是家庭跟家庭之间聚会 他说预计春节假期后会出现 大量的跨家庭感染的病例 特首林郑月娥说 将会在下星期二的行政会议上 讨论是否再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 他重申香港实现动态清零是最好的目标 这个开始拍马屁 马屁 马屁精 目前 用作隔离的 朱高弯 检疫中心将会逐步转为 收治无症状的病人 那就是方舱医院 抄功课 基本上就是在做这种事情 他有点像什么 大家能想象吗 他有点像姚明钻狗洞 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况 姚明爬着去钻狗洞 那么大个子 第8 今年是虎年 中国曾经是 老虎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国家 中国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的科研团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 华南虎已经在野外绝迹 华南虎本来是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 现在野生的东北虎只剩下55只 1950年代 1950年代中国将华南虎列为净猎名单后 华南虎仍然被大量的捕杀 加上人类的侵夺 破坏华南虎的栖息地 所以华南虎绝技了 目前中国人工圈养的华南虎有100多只 但由于过度净轻繁殖 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没办法实现 野放 东北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 东北虎的栖息地也因为开垦 破碎化 既不利于生存也难以繁衍后代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药文简报 美日经句 第1句 这十几亿人就是中共的实验品 中共已经探索实验了 70多年 第2句 你别拿国家利益压我 我没享受过一次特供食品 我就是一普通百姓 我才不是你的奴才 你没权让我必须支持你 我也没有义务替你吹 这是一个老百姓的反抗 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1个主题 北京冬奥会开幕 主角习近平 北京冬奥会2月4号举行了开幕式 这场开幕式 成为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政治交易的背景 最先登场的是什么呢 是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谈 时间是2月4号的下午 地点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 交流 习近平对普京说了一番重话 这个话怎么说呢 习近平说 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 中俄始至不宜深化 背靠背 战略协作 兼并兼维护国家国际公平正义 这是中国 这是中国 退而求之次的一个选择 就叫 背靠背战略 背靠背的战略是讲什么呢 讲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后方 提供 提供战略支撑 俄罗斯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 提供支撑 所以叫背靠背战略 这是王毅 王毅提出来 王毅向俄罗斯方面提出来 俄罗斯似乎没有正面的回应 习近平说 这是对中俄两国乃至世界 都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选择 过去 现在 将来 都不会动摇 习近平讲的这个调门很高 双方要继续保持 密切高层交往 始终坚持四个相互坚定共识 有力支持彼此 维护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有效应对外部干涉和地区安全威胁 维护国际战略稳定 然后他说 双方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在抗击疫情 提振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 极难 筹判的问题上 展现大国胸怀 拿出大国作为 习近平上来就 很有气势 普京的回应没那么激烈 没那么热烈 他说 我们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体现了 俄中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高度一致的立场 俄中关系的战略性质空前凸显 备受世界瞩目 这都新华社帮对方写的 俄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有助于实现两国各自发展 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对维护世界战略安全稳定 也具有重要意义 他怎么会写也呢 这也就暴露了 暴露新华社的手笔 俄方愿意同中方一起 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协作 坚定 相互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协作作用 坚定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就讲完了 然后会谈结束 会谈结束之后习近平举行宴会 吃个饭 既然谈完了嘛 大家吃个饭 交杯酒 上矮嘴茅台 吃饱喝足 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叫 中国和俄罗斯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然后阐述 中俄在民主观 发展观 安全观 秩序观的共同立场 然后两国还签订了一系列的 合作协议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协议 中石油的协议 看看 哪去了 中石油的协议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签署了远东 经远东天然气管道 对华 供应天然气的长期合同 这个合同签署之后 这个项目达到 最大的运力之后 俄罗斯对华管道天然气供应量将会增加100亿立方米 一年 总量会达到一年会达到480亿立方米一年 这妥妥的 体育搭台 经贸唱戏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是 中国面对的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制裁 俄罗斯面对西方国家 因为乌克兰危机 也是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北京冬奥会是外交抵制 俄罗斯是面对制裁 虽然俄国跟中国 俄罗斯跟中国没有正式的结盟 但是呢 双方这两年来共同 因为 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是谁 美国 当然还主要是西方 其实俄罗斯也是一样 俄罗斯 俄罗斯作为一个威权的国家 普京在实行他的独裁 独裁统治 他属性和中国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俄罗斯跟中国一样 其实不一样 俄罗斯还是具有一个民主政治国家 的国体 只不过呢 普京呢 劫持了一个民主国家 作为他的一个独裁统治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虽然没有结盟 但是 大家会发现这两个国家 最近一段时间越走越近 当然是因为双方面对的共同的 对手 习近平 表现出来的强势 和普京表现出来的强势 结果差不多 但是出发点不一样 而且 普京跟 习近平 见了多少次 见了38次 去年12月 习近平说他欢迎普京访问中国 他说普京是他的老朋友 而且普京也是 第一个答应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呢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中国跟俄罗斯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叫合法的安全关切 中国外交部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说 说俄罗斯合法的安全关切 然后呼吁结束冷战思维 当然冷战思维讲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2008年 2008年 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 到2014年俄罗斯入侵什么 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你可以看到其实 为什么西方国家把俄罗斯当作一个 非常重要的战略威胁 有原因的 08年他入侵格鲁吉亚 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 虽然在那个时候 中国虽然是跟俄罗斯有关系 但是双方关系并没那么近 和67年相比 中俄关系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陷入外交孤立 中国更急于 更急于和俄罗斯结盟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却没有那么急迫 俄罗斯方面并不想那么 那么 那么稳固的跟中国绑定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一旦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跟中国 作为一个整体来对付的时候 俄罗斯面对的问题比中国多得多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更脆弱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关系上面和西方国家更紧张 所以俄罗斯避免跟中国绑定有他实际的原因 有他实际的原因 北京冬奥会是晚上8点开幕 那么晚上8点开幕 俄罗斯所有 参加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的 记者观众 受到了一个最高规格的安检 要求 那么除了1月26号 每天早晚两次 从1月26号开始 每天早晚两次报体温 开幕前48小时 验两次核酸 然后要完成两针疫苗还有打加强剂 然后今天进场的时候 又非常严格的安检 不能携带违禁品 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powerbank 只能带两个不能超过两个 那么开幕式其实是8点开始 但是出席 出席的记者和观众 中午12点半要集合 中午12点半要集合 测体温 安检 领N95口罩 然后呢 换乘一个干净的车辆 就他们会场的车辆 在车上吃盒饭 鸟巢内禁止饮食只能在指定的地点 喝水 然后如果你要买纪念品 只能带少量的现金和刷卡 然后晚上10点钟结束之后 回到市区可能要晚上12点 这趟折腾 天气预报说这个晚上气温会下降到零度 白天在零度左右 5点之后气温会直线下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习近平今天穿得非常厚 非常非常厚 鸟巢没有屋顶 鸟巢是个露天的 所以等于现场所有的运动员演员观众 都处于户外的严寒当中 基本上 大家都是能穿多后穿多后 这一次的 开幕式 内容严格保密 保密程度空前绝后 空前到了知识产权的地步 而且事先对接受邀请的嘉宾打招呼 入场券 请柬都不可以发出来 说的很严重 提前传播出去 会追究相关的责任 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在官方正式报道之前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 提供泄露 涉及活动的任何信息 这是干什么 这是一场体育比赛吗 这不是体育比赛 而且观众呢 只能带那种小型的录影设备 不能带 不能携带媒体的专用设备 不能带专业的镜头 也不能带相机包单反相机微单都不能带 只能带手机 只能带那种家庭用的那种小型的这种设备 然后这个禁止携带入场的 物品清单 洋洋洒洒两大类 22种 从这个枪支弹药 爆炸品 到什么到刀具食品 饮品 打火机 自拍杆都不让带 就是任何有任何 当然雨伞也不行了 本来连这个移动电源都不行 后来考虑到因为时间长 差不多要12个小时 所以 所以就怎么样 就可以 而且冬天这个 电池消耗得更快 比照航空登机规定 只能是 100瓦到160瓦之间的移动电源 只能带不超过两个 然后呢 这是一个 就是你要去看这场开幕式 可不容易 搞12个小时 一场开幕式要搞12个小时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2月4号开幕 然后北京的异议人士 和维权人员就开始上岗 上岗什么意思 就是把他们隔离起来 就是不能出门 或者把他们挪走 比如说 比如说 像高瑜啊 记者高瑜啊 扎建国啊 维权人士尼玉兰啊 基督教家庭会教会的长老徐永海啊 就上岗 上岗呢 就干嘛 而且 就直接从这 一直要搞到什么时候 搞到3月中旬 两会结束 所以他们是 他们上岗期变成了中国史上最长的上岗期 上岗期就是政治安全期 就是控制他们 把他们控制起来 不让他们说话 基本上是这样 习近平今天的表现很特别 开幕式上头 开幕式上头呢 他穿了一件很厚的羽绒服 本来理论上来说 这种正式场合应该穿西装 穿西装 如果很冷 你再穿外套 厚外套 结果穿了个羽绒服 后来发现 原来政局常委全部穿羽绒服 很厚的羽绒服 然后戴着围巾 黑色的围巾 走到这个 我不放视频 我描述给大家听 因为我 担心在耽误时间 一放很长时间 这是一个 他走得很慢 就从视频上看 他走得很慢 然后呢 他挥手的时候呢 他的左手 右手挥手 他左手不动 就是说 基本上你比理论上你走路的时候 你手不会挥动 他的左手完全不动 完全不动 好像 动不了 不是感觉像动不了 这是一个 那么当然这个鸟巢露天 气温会下降 穿厚一点 习近平 68岁 69岁 那么穿厚一点 习近平这两次出来 表现出来的情况都是什么 都是穿得非常厚 习近平一月底去山西考察的时候 也穿得非常厚 当地人 你看当地人都没人戴帽子 他戴帽子 厚围巾 厚的羽绒服 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不是羽绒服下面 穿了一件防弹衣 防弹衣这事呢 我觉得 不大靠谱 因为 如果理论上你搞这么严格的安检 你还要穿防弹衣 那是不是其他政局常委也穿防弹衣 他们也穿的是羽绒服 也有可能是防弹衣 不过 最近是有点 很不正常 你看最近的一系列活动当中 特别是比如说1月30号 1月30号春节团拜会 春节团拜会 春节团拜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 人民大会堂开的团拜会 底下做了一排武警 非常奇怪 上次在政协礼堂 也是开一个会 然后政治局常委 做主席 主家席 就中间那一桌 那一桌大桌子 然后周围有一圈武警 七八个武警 坐着 坐着这主家席外头 面朝外 这好像变见 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罕见 非常罕见 就是说 会场里头 你会场外头怎么保安都没关系 你到了会场里头 要进行做武警 来保卫 防着谁呢 怎么防也是 理论上在会场里头都是自己人 可见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 要自己防卫自己人的地步 还有就是他的那个手 他那个手左手不动 你看他走路左手不动 左手不动 我想起什么呢 想起这个2015年 2015年 9月3号 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 阅兵 习近平阅兵 你们自己去找照片 我其实我有照片我不愿意放 习近平左手经理 其实当时他不算敬礼 是打招呼 但是这个手是这么着 这个很别扭 摄影师拍过来非常的别扭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等我反过后来结束以后 我再看视频的时候我反应过来 左手举着 所以根据这个有人分析 他可能是中锋 中锋右手抬不起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 见普京 见普京呢 两个国家的 坐在会场 普京这边 习近平这边都戴口罩 现场只有两个人不戴口罩 一个是普京 一个是习近平 很搞笑 理论上戴口罩互相保护 但是最大的那个不戴口罩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他们是特别的 还有一个很搞笑的情况就是 中国这边 杨洁篪 王毅他们戴口罩 他们的口罩上都印着一个国旗 国旗怎么可以印到口罩上呢 口罩是耗材 用完来就要扔的 怎么办 看来这个国旗法是针对屁民的 针对他们自己 针对这个国家的拥有者是没有效果的 只针对屁民 国旗法 我们讲最后一个主题 冷清的开幕是 锋利的信息 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同时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张艺谋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 同时为 两届奥运会 开幕式 担任总导演的人 那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张艺谋 用一场2万人参加的表演 开幕式 向全世界展示了 中华 5000年文化 向世界传递 中国开放 乐观 和善意的信息 北京奥运会 在2008名鼓手的击鼓声中开幕 然后奥运五环 在北京上空的烟花中绽放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次奥运会由衷的赞叹 也为中国的进步喝彩 认为 中国正在走向自由世界 即便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至少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国家 那么 那个时候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和全球各国的关系大体良好 举办奥运会的时机也几乎完美 这一次北京冬奥会 张艺谋 张艺谋想表达的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习近平经常向全世界推销的一个 世界大同的概念 这个概念背后就是所谓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习近平 所谓的国家治理的延伸 国家治理 对中国进行国家治理 中共一直讲他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和理念 延伸到全世界叫全球治理 这里面有着什么呢 这里面透着一股炫耀 这个炫耀是什么 这个炫耀就是 和其他国家相比 中共 把中国的老百姓 收拾得最服帖 所以我国家治理很厉害 习近平把这套逻辑叫什么 叫中国方案 他和所谓的大国崛起 东升西降联系在一起 张艺谋把这个 命运共同体 这个理念 装进什么 装进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里面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一朵雪花的旅程 张艺谋对中国官媒说 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中国的 中国的理念 现在和之前完全不同 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他现在对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的兴趣越来越低 你认不认可我不管 所以呢 理所当然他得到认可的可能性也大大的下降 所以呢在这次奥运会 在上次奥运会 在北京奥运会 很多人认为 中国会因为奥运会而改变 那么这一次 没有人认为 奥运会会改变中国 当年在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自豪的公开支持 中国的这些跨国公司 这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上保持低调 华盛顿有一家咨询公司他的总裁叫Christopher Johnson说 他说这是新时代的奥运会 无论是设计 还是基调 这次北京冬奥会具有强烈的什么呢 庆祝胜利的意味 我已经赢了 所以中国向外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中国向外释放的信号向外释放的信息是 中国来了 各位要适应一下 不过 西方国家并不买账 美国和他的盟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他不仅仅不捧场 而且要打脸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的问题涉及 新疆 西藏 香港 台湾等 西方国家的意思是什么 西方国家的意思就是 中共把中国的老百姓收拾得太过分了 所以这场奥运会是史上 最冷清的奥运会 既没有什么观众 也没有什么嘉宾 现场的观众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安排的是什么 安排了武警 安排了筛查过的学生 也安排了筛查过的观众 那他们可以按照需要发生欢呼声 嘉宾 嘉宾席上的嘉宾大多数口袋里装着 中国送给他的支票 看不上这些支票的人 都没来 主席台很短 习近平跟彭丽媛两口子坐中间 右边是国家舞会主席巴赫 左边是总理李克强 在过去是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最后是谁 副主席王岐山 在中国 你每一场活动 主席台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这一场活动的定位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就是用 体育比赛 和文艺表演 包装的一场政治秀 这场政治秀 看起来更像一场自嗨 为什么 因为看客都是自家人 中共想通过这场 体育秀告诉全世界 中国来了 各位要适应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我们的Patreon服务呢 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没有广告 第二 我们Patreon服务里面有的音频服务 国内不用翻墙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视频下方的 Patreon服务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互动 观点 看到普京进中国不用隔离 比利时选手发个视频就能提前走出隔离区 一场冬奥会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的抗议就是那么回事 隔离几天看你关多大 所谓的抗议成功其实就是骗 难怪那么多人选择移民 因为移民以后你的人权会得到保障 你会像人一样活得有尊严 偶尔去到中国这种国家还会享受特权 非常精彩的评论 非常精彩 情况 坐标河南 今年的冬奥会在国内没有气氛 跟08年不一样 没有人讨论 没有人喜欢这个运动会 我们这里距鸟巢差不多700公里 大部分的工厂 因为冬奥会被迫停产 覆盖距离这么远 估计这场冬奥会引起上千万人的失业 次生性灾难不可估量 情况 这次奥运会的 餐点 价格贵到离谱 光一瓶啤酒65元人民币 茅台要8500人民币 可乐一瓶35人民币 三明治88 500毫升的矿泉水65元 贵得要命 这是抢钱吗 这就是抢钱 只有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都不会这样 全世界你会 你比如说机场 中国机场的所有的餐饮都特别的贵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在 在机场 去吃的各种饭 一碗面条多少钱 你去上网搜一下 非常搞笑 包括那些连锁店都是一样 都会贵 观点 这次冬奥会开幕式 入场式的排序 是与汉语拼音为笔画顺序 所以土耳其是排希腊后的首位入场 这是和文明世界明确划清了界限 另外 非洲尼尔利亚入场时 朋友圈觉得党棍 朋友圈党棍都沸腾起来 这些非洲人除了冰淇淋没见过 除了冰淇淋见过冰雪煤 开幕式衬衣西装 和防弹衣 大衣的差距 让我感觉这个国家没救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让民众醒悟 观点 刚看了最后的火炬接力 最后一个火炬手 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疆族运动员 NBC解说员都说了 他们请了个维吾尔族的姑娘 相信之后会有很多讨论 在我看来 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情况 我在鸟巢周边看烟花 离着比较近 运动员出场开幕式后 就会坐大巴离开 去东奥村 运动员隔着车窗 和我微笑挥手 回家的时候 机场高速全部封路 应该是普京等领导人当晚就离开 现场回国 观点 这场冬奥会 向习的一场独角戏 西方世界孤立他 墙内高压控制 观点 中国现在进行的极左思潮 回归并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市场经济 带给中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 反对的人根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现在习近平只能动员没有社会经历的学生 和穷困的人口 煽动民粹来勉强支持 这两类人在当今中国没有什么话语权 所以习的基本盘很脆弱 现在又面临国内供给成本上升 疫情反复撕裂全球市场 导致需求不稳 加上意识形态争端 日趋白热化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 最后会以习阵 习阵营的覆灭告终 观点 俄罗斯与欧洲北约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很多 俄罗斯不会与习共舞 何况 习这些年在国际关系上胡乱操作 就像一个任性的熊孩子 了事都非 无所不能 普京也是看在眼里 他一点也不傻叉 OK 观点 150年来 在所谓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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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境外势力当中 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俄罗斯 而对中国帮忙最多的是美国 要多脑残才会亲俄仇美 看你从哪个角度讲 从国家利益来讲 可能你的观点是对的 从中共的利益来讲 不一定 中共觉得俄罗斯好 为什么 俄罗斯的前身是苏联 他亲近苏联 他不是亲近俄罗斯 这有什么 这有意识形态上的关联 观点 不管屠夫是谁 只要还有反抗意识 灵魂就是自由的 如果认为离开一个屠夫 还有别的 因此放弃反抗 那如何面对我们的孩子 也让他们认命吗 太可悲了 非常对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这个观点 有些人说 啊这个习近平 你让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下台又上来一个 还不是跟他一样 你就不反抗了吗 说得非常的对 情况 刚看到冬奥会开幕式 伊朗唯一的女运动员 阿提法 埃哈拉 埃赫麦提 埃赫麦提把口菜摘了 露齿笑着进场 微博上99%的人都在批评 他不遵守防疫规定 甚至有人说这么不守规定 难怪被制裁 极少 极少有人想到 他可能是表达对女性必须穿 海甲 公共场所不能露口鼻 这类对女性不公的法律 和传统礼教的反抗 说不定这99%的人一辈子也不理解 不知道 法律怎么来的 应该是这样 我同意这个网友说的 情况 我们公司问 有没有想去看冬奥会的 可以给票 身边的同事没有一个人要 观点 昨天看CBC新闻 多伦多市长针对周末卡车司机来多伦多抗议 发表讲话 他说 多伦多警察局 应该为周末的游行示威做好准备 同时他强调 政府官员是不可以干涉警察执法 不能够对警察执法指手画脚 民主国家的警察执法 是维护法律的正义 而独裁国家的警察 是政权的鹰犬 是镇压人民的反抗的工具 非常对 观点 支撑特鲁多应对策略 不应该暴力驱除卡车司机 但因抗议就放松疫情政策不符合加拿大人民的利益 我认为卡车司机的抗议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来看 冷处理到Omicron这波疫情 靠群体免疫 自然好转是最好的选择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 作为一个总理 你不能够不管 你要有策略 我理解 就是说 我不可能这三件事情我都不能退 是的 那你要你干什么 你得有办法 否则你当总理 那不太容易了吗 观点 因为真正的感受到中国正在衰退 当然怕出来乱咬了 去年从恒大开始 一路 一路连粉红韭菜击成嘴巴 都说 资本家受害 和我们路人无关的人 连就业都大受影响了 后来各路封路 封城 说工作没影响 都是在唬烂 我读不好这段 唬烂是台湾用语 显然这是台湾网友的一段留言 大概的意思就是 恒大开始 可能恒大开始大家都开始明白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情况 截止北京时间大年初四中午 春节党电影票房收入40亿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5亿 看电影的人次同比下降42% 基本上是电影院想趁着这个时候载一波 但老百姓真没钱了 观点 四人帮能斗 四人帮能斗的一帮挣着老人毫无还手之力 全靠毛泽东这个后台 老毛一死 四人帮就没了靠山 马上倒台 从中共的历史来看 现在跟着老习的马仔 现在心里也一定慌得很 说不定已经开始早下家 习近平现在应该很焦虑 观点 北京冬奥会终于开幕了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件喜事 然而 即便他戴着口罩依然在他的眼里看不到一丝喜意 相反 倒有那么一种不满意 比如蔡奇自辞时 包子的眉头跟眼神展现好像是相当不满意 估计又有人要倒霉 开具不力 观点 一边假装盛世欢歌 一边那个被虐待的 八孩妈母亲呼救无门 更诛心的是那个八孩爸 居然开抖音直播 还有商家请他代言 奥运会开幕式在我看来 就是一席长蛮狮子的华美 长袍 情况 坐标广东 今天一个深圳朋友说 他在保安区每天要做核酸 期间要被居委会 不断的催促 做核酸 每天都在 都要在工作中疯狂的找地方做核酸 期间就吐槽 用纳税人的钱 我对他深表通情 跟他讲这就是体制问题 上面要保住乌纱帽一刀切 没想到同学沉默良久说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要发达的产物 在过程中我们要付出一些的 我说中国算哪门子社会主义 然后同学就不敢再提了 OK 我觉得 洗脑工程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洗脑工程不是影响 不是影响你仅仅影响你的认识 不是影响你的看法 不仅仅是影响你的看法 也不仅仅影响你的认知 它最重要会影响你的心智 显然 显然有些东西 它装到你的脑子里面去 这些东西硬的碰不了 碰 没办法碰 非常强硬 所有的东西都得绕着走 那你想一下本来逻辑是这样运行的 如果它运行到这里得绕着走那就不能正常的运行 所以心智就会受到影响 那个网友的表现明显就是 他的心智受到了影响 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 观点 70周年 庆 站在城楼阅兵的领袖们 没有一丝笑容 可见两年前已经暗流涌动 非常 情况2008年我待单反 没了 观点 开幕式 开幕式第1首歌的歌词 就是为你把眼泪擦干 和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这是高级黑吗 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鸣谢 谢谢 万人在线 我们一起请王先生喝咖啡 谢谢 还有观点 70年 70年 国庆节 站在城楼上的领袖们没有一丝笑容 可见两年前已经 已经暗流涌动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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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